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和这个一楼的小仙女应该是个妹子一起玩了一把玩者荣耀 然后这把我们一看这是皮乎压制 我们五个都有皮乎 然后对面就一个钟馗有皮乎 其他都没有皮乎 这就是有一种胜利叫做皮乎压制 开局气势就压倒到对面了 然后一开局 然后我们是这边下路清完兵线之后 他们这边上路才刚刚打完一个蓝buff 然后因为这边看到露娜那个没有市集以前 她是不会烂起来的 她没想到她敢冲出来 冲出来就等于等死 因为她没有大招之后 她那个没有位移 没有大招就等于没有位移的效果 也就等于一个超级兵而已 是吧还敢往前冲 那这边又有被那个菊又精定了一下 然后我帮曹操动到草虫里面 一个大招冲上去 应该是一技能不是大招 大家都还没有到市集 那这边又是打到下路 这边那个变化你的菊又精 是吧又攻过来 那这边是曹操跟我一住 是吧 这边没有漏 那好在我们这边还能打得动 曹操也是那个 本赛季赛季奖励皮肤 这个后裔这款皮肤也是挺挺不错的 狗年限定啊 她呢射出剑的特效 就有点像放鞭炮的感觉 杨简的杨简的我就没有拿 因为杨简我玩不来 杨简不好用 这边又是 然后我是想打那个黄昭君 没想到狙右镜冲的那么猛 直接冲上来就直接被我扫射 射射 这个故事留下了很久 就是大家想不开啊 中路这个阿提拉啊小仙女 一开始来说帮她录的帮她录制录的快 那个酷一点帅一点啊 因为今天和她开黑嘛 开黑 那就是中路啊中路在这边录 打得还不错啊 她这款几乎 这个心灵嗨客感觉在游戏里面的颜色还是需要再调一下 还是有点不是没有像那个没有像出场那种那么绚丽啊 这边就队友说不要推后面还是被推了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赛季就打了个银牌 然后打野是韩兴好吧 那我们终于打了一些人员 因为你跟你的日本话 我就跟你说我们下个人员 转出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 我们长夜长夜